Niko今天带你去换双心血 我们到啦 师傅先用锤子把钉的敲松旧的体铁拿下来 体铁里面都已经生锈了 然后再用锤子敲打着刮刀 把提甲底部长出来的指甲敲掉 再用长刀把提甲三脚叉的轮廓和凹槽修出来 由于提甲中间的角质较厚 所以要用钳子剪掉 然后再用弹刀把指甲片刮平整 再用钳子沿边把新长出来的指甲剪掉 剪得还挺完整的呢 然后师傅再拿搓刀把提甲表面底部打磨光滑平整 Niko旁边还有一匹马不停地舔师傅的背 可能是在给它擦汗 另一边师傅给Niko烧制了一副新的体铁 再趁热打造一下形状 然后放在脚底量一下看大小是否合适 合适后再放进凉水冷却定型 你看你的心血 最后师傅再用筒钉子把新的提铁定在提甲底部 然后用钳子把表面露出来的钉子剪掉 Niko先想让我看看钉的怎么样 最后再拿搓刀把提铁提钉打磨光滑 以防刮伤马腿 再给它擦上一层护体油 带它出去跑一跑看新鲜合不合脚 好了Niko我们走吧